柯文哲他號稱什麼 叫做總統級的選戰 如果柯文哲沒有這樣喊 今天大家不會討論的這麼久 但他這樣喊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總統級的選戰幹嘛 確實跟他總統的成績有關 假老二又拿到了一個真老三 民眾黨的問題是出在 從2018開始 沒有一場屬於柯文哲自己的勝利 而且柯文哲說我沒有幫到忙 我很努力啊 我很累耶 對 他確實沒有幫到忙啊 沒有幫到 這條紅線的聲量是誰你知道嗎 是我本人 你比奉選人還高 對 我就不懂你為什麼星期五 對不對 你開除或者是 要停權我沒有關係 你幹嘛還特別發新聞稿 他在星期五六點的時候 發了新聞稿說 無盡已經被停權了 那請問一下你們把010放在哪裡 昨天的六個區域補選 這個補選裡面藍營基本上是大獲選 然後綠營也拿下議席 但裡面最慘的就是他 柯文哲 看看他 哇 他之前很累耶 Long Stay 九天八夜 陪著這個候選人一直去啊 哇 剛剛其實什麼 最後竟然是一場空 現在竟然被大家說 哇 這叫柯木三 柯老三 而這一次的戰役 從2024 他總大選輸了 2024的第二戰 就是這場戰役 他又輸了 未來會怎麼衝擊 從2026 不用完了嗎 還是2028 一無反過拼一次 不用拼了嗎 我認為這場選戰 對於柯文哲來講的打擊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你先來看 在昨天的這樣子 一個四個鄉鎮市長 還有兩個縣市議員的選舉當中 當然你如果從黨籍來看 會發現到國民黨是贏了 所謂的六席中的三席 但問題是呢 在其他的這個部分呢 雖然都掛五黨籍 但是他們背後本身都有 藍或者是綠的這個支持 或者是加持 這才是我們現在在看待 為什麼對於柯文哲來講 是一個可能會影響 他未來的重要關鍵 我們先提到這一次 事實上在麥寮的 這一次的這個補選當中 因為麥寮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要選的是鄉長 那民眾黨自己本身呢 提名了一個叫做 零以理的這樣一個人 來進行參選 可是你今天回來看喔 在畫面上面 所有你現在看到 跑的這些東西 因為柯文哲說 在選舉之前 我要去long stay 而且以前大家講說 long stay 都是一個地方待一天 然後到處跑 他說沒有我連續待 九天八夜 理論上面待非常久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在畫面上面 所有看到東西 包含到他去洗頭 柯文哲洗頭給大家看 還有到什麼你知道 他說呢我到地方去 我當然是要了解 地方的這個選舉嘛 所以我要了解民情 我還去幫人家去洗衝 洗衝這個是今天 直接進入到農特產業 這裡面去了 還跟大家講說 你畫面上面看到 他的花糟很多 還在洗頭 我現在講了這麼久 他還在洗頭給大家看 為什麼 他全程做直播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 都看到柯文哲 哇你看到 誰看過阿伯洗頭對不對 政治人物通通要帥帥的給你看 哪有人這樣 甚至你知道嗎 他也找地方上面洗完蔥之後 還還講 洗蔥不是在洗黃國昌 因為這個黃國昌 國昌 但問題是回來看 他也找了這個地方上面說 因為那個賣寮那個地方 不是有六親對不對 對 所以我找六親的員工 去了解一下 看看開一個座談會 甚至還跑到夜市裡面去 跟大家拜票 很努力 很努力對不對 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致命的就在這裡 喔 我剛剛從頭講到尾 主角都是誰 柯文哲 這個地方要選的人叫010 你在畫面上看到的 所有的西位 全部都是柯文哲 那都是你啦 因為他帶去的人 是要幫柯文哲做直播嘛 所以所有的主角跟他們 全部都在柯文哲的身上 010反而在這場裡面的 浮選大戲 變成配角阿 所以柯文哲就講說 哇你看我九天睡 八個地方實在太累 你當然累啊 因為你每天都在搞直播 你都把自己當成主角阿 我們回來看喔 其實在這一次選舉裡面喔 當然啦 柯文哲其實在這個 所謂的賣聊這個地方 他是推出了林伊里 當成這個 所謂的主要參選人嘛 對不對 那甚至在其他的地方 就沒有派了喔 對啊 他今天幫他這麼多忙 你剛剛講他這麼多 儘管主角C位都是柯文哲 但是 他應該有美光燈 有美光燈的時候 應該會幫到參選人啊 那結果咧 如果你就得票來看喔 因為其實以林伊里來講 他在這個地方得到的是2048票 是 我覺得不能夠跟2022年 他自己用五黨籍來參選議員來相比 因為那個投票率不同喔 但是大家回來看得票率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 他自己本身的得票率 如果就這一次得票 加上柯文哲還帶了整個民眾黨下去大浮血 九天八夜又洗頭又幹嘛的 理論上應該會往上衝一點對不對 沒有 我告訴你他2022年的時候 他的得票率將近到13%左右 可是這一次啊 他的得票率才11%多 等於他這一來一回的時候 他的得票率下降了一點多 柯文哲越幫越忙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所以我必須講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柯文哲其實我必須明講 他不太懂選舉啊 他以為選舉就是把自己的這個聲量炒到很大 然後好像很多人關注他 就有助於拉抬嗎 沒有喔 結果呢 現在大家就問他說 你柯文哲 你今天這個選舉選到結果 你現在到底怎麼看 你看他就講說 哇最主要是學習經驗啊 哪有什麼一個晚上就檢討完畢 甚至有人質疑講說 你下降浮選是幫到嗎 他說沒有這麼嚴重啦 但是他也講了一個 他說地方選舉 就是還是要長期的經營 這不等於廢話嗎 我們都知道啊 所以我剛剛講 柯文哲不懂選舉的地方在這 他過去選舉的時候 其實最擅長操作什麼 你知道仇恨 對 你罵國民黨罵民進黨 大家都欺負他 所以大家就把票往他伸上頭 是 請問林依禮在這邊 你有辦法操作仇恨嗎 你沒有辦法操作 因為主角是林依禮 我還是再三強調 不是柯文哲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還是柯文哲 都是你啦 你偶爾看到都知道 是你要選嗎 所以選票不可能 從你的身上 移轉到別人的身上 這個在過去地方選舉裡面 大家都知道 現在問題來了 你知道嗎 柯文哲是不是高估了 自己的影響力 我剛剛強調 他在過去的 這個所謂大型的選戰裡面 他所操作都是 哇你看國民黨又欺負我 什麼要我讓3% 讓6%什麼的 那些其實都是在讓那些 不滿藍綠的人 往票可能就會往他身上投 但問題是回來的 地方上面的這種 所謂的選舉裡面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了解地方勢力 柯文哲撼動不了 只有空在 他就算9天8夜去的地方 拔樁也拔不動啊 我再講一次 柯文哲不懂選舉 為什麼你知道 從選後到現在為 而且選後不是這一次喔 是從中文大學選後到這一次裡面 柯文哲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民眾黨跟其他的政黨 叫做能合作就合作 不能合作 該對抗就對抗 沒錯吧 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在地方上面的時候 這種勢力 不是我今天選擇 跟你合作就合作 我明天不要 我就跟你翻臉 我們來對抗 你今天要合作 就是要長期的合作 你只要對抗過一次 對方就跟你翻了啦 誰會跟你選擇這種 地方勢力 他是必須要不斷的經營 跟持續的累積嘛 所以我剛剛講 柯文哲不懂選舉 所以今天才會有個說法 叫做柯文哲 陪了夫人又哲兵 他得罪了地方派系 好很簡單 比如說我用林嘉欣的說法好了 林嘉欣說 麥寮在地是許派跟林派 是最大的力量 其實所謂的許派跟林派 背後其實還是有政黨的力量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都講說 地方上的選舉 最重要是什麼 你知道 你要了解地方上的生態 今天不是說 我國民黨 我今天柯文哲 我選擇 在虎尾這一戰裡面 我去支持國民黨的那個 那個參選人 其實國民黨的那個 那個支持的參選人 背後其實還是有 最簡單就是張家 雲林張家在這一塊 本來就有他鞏固的這個勢力存在 你說我選擇 在虎尾這一塊 跟國民黨合作 感覺上我跟張家 有點合作關係 結果在賣聊這裡 你說沒有喔 不好意思喔 我覺得我民眾黨可以 為什麼 他說我總統大選的時候 在那邊拿到百分之三十四的選 得票耶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機會 但問題來了 你在地方上面 你就決定要自推人選的時候 是不是在跟地方上面 譬如說張家 他們自己也有屬意要支持的人 像國民黨在這一次 也有他們支持的人選 我推自己人就是跟你翻臉的啊 柯文哲的邏輯是說 能合作就合作 不能合作 對抗就對抗 你剛剛講對抗 我講對抗 我主持人講的叫精髓 那叫什麼你知道 那叫翻臉啊 那叫翻臉嗎 你在挑戰我的地方勢力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再跟你 有未來合作的空間嗎 所以你那種游離的方式 是講給你這個所謂 大方向的選民 說我的民眾黨 我的主戰略是這樣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譬如說這一次 胡偉政長的這個當選人林佳 他自己本身背後 其實也是張家他們在力挺的 那你看這一次賣聊的這個 當選人許忠富 他背後什麼 也有民進黨力量的這樣一個支持 所以當這些所謂大家 坐在地方上面 這個壁壘分明的時候 你柯文哲選擇說 我左邊這個地方跟你合作 右邊這個地方 我覺得能贏我就推我自己的人 我跟你講他真的失去了 我覺得林佳馨講得非常好 他說什麼 輸贏不重要 柯文哲失去的東西叫做 信用啊 來經理你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在這一局裡面 吃的是信用 吃的是地方派遣信任 同時 菜壁如人類 現在雙方還吵架了 我應該講齁 就是柯文哲他忘了 這一場選戰其實是林怡林在選 不是他在選 所以主角完全搞錯人了 而且這個主角他去 他還很擔心自己沒有聲量 那我必須要講齁 今天這個林怡他代表 他曾經2022自己在選的時候 他的選票 你看他這邊的得票率 他是用五黨級參選 他得票率還有12.95% 將近是13% 但是當他今年 他是代表著這個民眾黨 又加上柯文哲的 輔選之後呢 也只有11.03% 所以你會看到 這很恐怖的是什麼 柯文哲他號稱什麼 叫做總統級的選戰 如果柯文哲沒有這樣喊 今天大家不會討論的這麼久 但他這樣喊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總統級的選戰幹嘛 確實跟他總統的成績有關 賈老二又拿到了一個真老三 天啊 我跟你講 民眾黨現在問題出來哪 民眾黨的問題是出在 從2018開始 沒有一場屬於柯文哲自己的勝利 所以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高興說 哇 高永安選贏了 你要知道高永安會選贏 你要知道高永安會選贏 是國民黨當初自己主動 願意幫忙高永安的 對 他們為了要拉下民進黨 從來都不是靠柯文哲操盤 跟柯文哲去地方的談判 從來不是 而這一次的補選 你看 左邊胡偉 右邊是賣療 就你右邊賣療自己推人 左邊胡偉又要支持張家的人 我現在問你在地方的組織 到底該怎麼做 而且柯文哲說我沒有幫到忙 我很努力啊 我很累耶 對 他確實沒有幫到忙啊 沒有幫到 對 那重點來了 重點大家都知道 之前蔡壁如他在直播 這個他不知道這個議員正在直播 所以他講了實話 那你知道嗎 那邊的網軍動得多快 他直接直指蔡壁如是被設局 還是設局放新聞 你要知道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柯文哲現在在浮選 但他完全是放任黨內在內鬥 而且不只如此 各位你要知道 選完應該是賽後檢討的時候 那你知道他們賽後檢討誰嗎 賽後還是一樣在檢討蔡壁如啊 居然把這位所謂林嘉欣 所謂大家都很清楚 最強蔡農 把他定義成什麼 把他定義成蔡粉 蔡壁如的粉絲 蔡粉 他把他定義成蔡粉 Come on 我這覺得就是 我不知道民眾黨是這樣 柯文哲身邊的人在想什麼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星期五 就說這禮拜五 禮拜五就是前天嘛 禮拜五對於民眾來講 黨來講最重要的是什麼事 就是要選啊 一定是因為禮拜六都要投票了嘛 禮拜五晚上柯文哲還辦了 選前之夜 我跟你講 新聞完全沒有出來 結果你看這個數據 你猜這個 你知道 010是紅色還是藍色 這個高峰齁 是禮拜五 那這個是禮拜六 開票完之後 010才有聲量喔 結果這條紅線的聲量 是誰你知道 是我本人 你比候選人還高 對我就不懂 你為什麼星期五 對不對 你開除或者是 要停權我沒有關係 你幹嘛還特別發新聞稿 他在六點 星期五六點的時候 發了新聞稿說 無盡禮拜停權囉 那請問一下你們把010發在哪裡 所以我就問嘛 今天你空軍再強 010怎麼會選上呢 你看他一路來 這個禮拜的聲量有多低 一直到選輸了 才有新聞耶 所以大家在想 柯文哲你到底會選舉 還是你會內鬥 我覺得這個要大家矚目 另外還有一個要研究的就是說 難道國民黨之後 還要跟民眾黨合作嗎 不要今天答應 不要說今天 今天說I'm sorry 為什麼 昨天答應 今天I'm sorry 我建議國民黨 以後選舉 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 來靖怡 你剛剛提到一個關鍵了 剛剛提到的三個字 蔡壁如 甚至林佳欣發文 人家說你吃菜粉 現在蔡壁如跟柯文哲的關係 真的沒辦法回得去嗎 還是說他們兩個是一個 黑臉一個白臉 這樣演戲演來演去啊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雲林的選戰 已經非常清楚 因為蔡壁如是2019 就開始去雲林 經營地方 還拜託地方 一個人叫陳天欣 陳天欣其實就是那個時候 有跳出來建議黨中央 去支持另外一個 黃姓的參選 因為她是女性 女性比較適合民眾黨 因為她是無黨籍 結果沒想到柯文哲 她就直接說了 不好意思 我已經跟另外一個人錄影片了 結果地方人就會以為 那你是不是就是跟張家要合作 對啊 要支持啊 對 結果你賣療 突然間就說 我賣療要推自己人選 我跟你講那一位陳天欣先生 本來就是要協助經營 雲林地方組織的 一選完也馬上就翻臉 對 所以這就是結果嘛 那連蔡壁如 我認為蔡壁如現在也根本沒有在辦 白臉或黑臉嘛 因為蔡壁如就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另外我認為黃珊珊是最大的重點 黃珊珊還直指蔡壁如說 因為你有公子不能去輔選 那麼我請問你 2018的時候 你柯文哲一群人不都有公子 在幫你輔選嗎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一到終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